大家好,我是大雷 这刚才整了一车料 准备填一下这个地基 一个大挂车 这个图边是编织,把这要垫里 垫一下这呗 我说剩的料,又不剩就正好垫那里 那一车能够吗那 应该剩一剩多块的 嗯 来了 大车 这个 抱的不行吧 那个地方太宣了 哈哈哈哈 赶上压了一个面包上来 行,最后应该行 够不够,我感觉要少呢 给我再说,再看看呗 马上炒的就要少 对啊,这么一倒出来感觉好少 这车料是要的啊 要的 没花钱啊 哈哈哈哈 那还行啊 都要几车吧 脸可大脸子 这之前有很多朋友说我这 投资太大 正好在这里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像我家这个料还有这些活吧 有些是我花钱的 就是我这个地方 呃,像那边我们是政府支持的 大部分钱都是那边储的 呃,我只是出一小部分 所以说大家别觉得我这干的有多大 铺的有多大,投入很大 其实投入一点也不大 就是后期维护我也算过成本 其实是在那边要稍微低一些的 呃,但是离家近了很多 还有一点呢 就是因为这个木耳都已经大批量下来了 呃,之前我家这个裤呢太小了 对一点哪都是 再加上我这边整了一个分检木耳的地方 就不够用了 显得很杂乱 这为了建这个裤呢 就是板正一些 而且有地方放上它也储存得也好 呃,所以说着急有点 现在再联系它吧 嗯 微信没有,有点上下 你那儿骑车去呗 就这样 嗯,你骑车去就叫它呗 现在准备把这个给它平一平 找得够季师后来的 这个地方 瓦江之前不说地势有点低吗 给它填上 还有这边 再给它压实压平 不知道这堆料够不够啊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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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扒了两下就感觉没了呀 这炒的料就是没了 哈哈 这一大一堆 这一点事儿不当啊 你按它这个做法 我感觉再有辆车吧 这啥都抢一抢吧 往这抢一抢吧 对 这已经整完了 好吗 给压平了不少 然后现在让我老勇哥拿的那个抽屏的仪器 来看看能不能给抽屏 这间在这儿整啊 嗯 是 这玩意去到晚上这个时候吃吗 白天它看不清 看不清 看不清 嗯 那它们有的话白天可以啊 在屋里才行 哦 你这装备也挺全 你这破碗啊 它这边看挺远的 嗯 远的发现能发现 你看见那窝 哦 能看见 但是有点不太清晰 这边不是放中间的吗 嗯 嗯 现在是平的呗你怎么玩啊 平的啊 这边要是不平它就叫上了是吧 嗯 那现在是平的 嗯 我下点呗 现在这边能过去了吗 慢慢往下调一调呢 这边呗 嗯 看着这个红光了 这瞅不着啊 还瞅不着啊 那点对准哪个 对准那边那个边吧 还得高点你这个不行 你这边挡的这块呢 是 是 这边给我撤一撤 我应该拿个东西画上叶子 你画吧 这不叶子出来了吗 看看啊 看看啊 看这个地方了吧 这个地方就是线 抄的 这一站呢就能看到了 看到这叶子 还有这个边儿 这红光 你看看这边 你看一下就大了 瞅得多清晰啊 好漂亮啊 我这边擦这么多呢 还得往下放 哦 还得往 咱们整晚上撑线的时候 一撑紧了就往下反多少 贴地皮肤就瞅着它 差了多少 哦 明白了 这都拿笔给它画上了 那两头一扯 中间一搭就 行 行 行 走了 嗯 OK 这玩意小事 嗯 这玩意好哈 这就完事了 基本上 下一步看看就是 起地面了 好 我是大雷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 记得点压关注 谢谢